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 這個不等式他的結是這個 我們曉得說 這個結的話 它是跟什麼同結 我覺得這個X它是介於什麼 負3 跟7之間 那我給它取終點 終點這兩個加起來處理 是2 那2跟負3之間的距離是5 跟7之間的距離也是5 也就X之間的話 都滿足這個結 那這樣子的話 X跟2的距離 它都是小的5 也就它的結是哪個結 是這個方程式的結 -2 它是小的5 有包括5 那這個的話 它的結是這個 那這個它的結是這個 所以這兩個是等一的方程式 那等一的方程式 我把這個稍微給它什麼呢 變一下 我把A抽出來 抽出來A的話 抽出來要加絕對值 X A分之1 它是小的等一 A分之1 它是小的等一 A分之1 那我現在給它對應 A分之1 就等2 絕對的值 A分之1 就等於5 但我們從這裡知道 A它一定是B 在這個一定大於5 所以這得到這個方程式 A分之1 它是等於2 然後絕對值 A分之B 它是等於5 好 這樣子的話 A它是等於多少 A是等於二分之一 A分之一是二 所以B等於多少 D是等於五 乘以A的絕對值 A的絕對值的話還是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這是二分之五 所以AB這個數對比是多少 是等於二分之一 跟二分之五 B等於三分之二分之一